阿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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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到守候男人的轉變 交往不到三個月 他的個性是大變化 變成比較大男人 都要配合他 什麼事情他都覺得 好像是理所當然 男人的轉變讓女人氣瘋了 男人卻說 男生追女生 因為前面花了 百分之九十的這個專注力 追到最後的時候 女生會願意付出 她什麼事情都願意做 你只要 女人好戲千萬 追到時候男人的轉變 你慘了耶 這一集你慘了 我跟你講 我沒有 我看我解釋過之後 我覺得我還好 你是這樣嗎 真的 因為這一集他講的是這個 女人好 什麼 女人好 女人好 smells 你 去 你 오케이 uchi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夏天食欲不振怎么吃 晚上十点实在有健康 教你夏天吃出好健康 我是纯思涵 今年夏天陪你一起爱健康 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 因为我是美容师嘛 我知道 那如果说你让身体习惯了去吃 并不是天然的东西呢 它会自己没有办法制造 没错 它要去靠外力的补助 所以其实呢 这个方法我不是说它错 但是呢 其实会有点危险 这么年轻就靠外力 花那么多钱 对 过多也是排掉了 对 等一下 我现在看到桌上的 你们没想到哪去 你的片方是不是你讲清楚 我们的片方呢 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猪皮它本身有 非常好的胶原蛋白 而且其实呢 我以前也不知道 我是长大之后才知道 为什么自己跟人家不一样 对 因为大家都问我说 为什么你皮肤这么Q 然后你拍戏熬夜 皮肤还是那么有水分 对 可能就是我小时候呢 就是因为你知道家境清寒 猪肉卖完了 妈妈只剩下肥肉 没有人吃 但是呢 我就把这个皮的东西 我就把它剪起来吃嘛 那什么忙什么 民俗技艺要配合的猪胶 我会讲 鸟女弄杯 鸟拉住了 turbines 在 妳天天吃吗 吃多少 天天吃 这个会中风吧 哈哈哈 我没有想到另外一个话 啊 我想要跟你讲 你说天天吃会中风 应该是看你的年纪 来决定说你能不能天天吃 还有我们自己都会就是 过了三十岁呢 都会有每对大概两年 健康检查的這種习惯 然后去看看 是不适合吃这些料 在健康的量之下 我吃的量啊 其實我大概 一頭耶 我又不是豬頭 喂 我大概呢 就是每餐我大概就是吃這樣子 就這樣一片 你這個是豬頭皮還是什麼的 這是皮啊 豬頭皮 豬頭皮啊 直接就要吃 哇 好吃 真的 吃上班族根本沒有時間 每天在家裡滷這些東西 對 我們是迅速啊 你可以找一個好的店家買就好 有啊 你沒有辦法天天吃 我支持自然的方法 對 專家 好不好 三位專家 一邊是吃豬的膠原蛋白 一邊是喝維他命C 請問你覺得哪一邊比較有道理 請舉牌 又是B書 不是 那個詹醫師好像剛才是 手扭到了對不對 你有扭到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感覺 我感覺你有同意我的說法 但是你猶疑了一下喔 聽聽看詹醫師怎麼說 聽聽詹醫師 我覺得他也很會說啦 說得我快要被縮動了這樣 那就來啊 欸 事實上雖然我年紀跟他們 應該屬於那一組 可是 可是我自己實行的方法 其實比較偏那一組 是不是 那我的理由是因為 說實話 大家都覺得說 膠原蛋白應該要從很多豬皮啊 很多雞皮上面來攝取 可是其實 只要我們攝取 一般你蛋白質攝取足夠的時候 對 其實不見得會缺乏 對 所以我覺得以一般人的飲食習慣來說 對 因為周圍的環境 如果過氧化過多 然後你壓力很大的時候 紫外面太多的時候 其實那個 維加蜜C那些都會 不斷地被破壞掉 所以應該日常不斷地補充 沒錯 對 那飲食習慣來說 我覺得 維加蜜C缺乏的人比較多 那 蛋白質的部分 缺乏的人可能比較沒那麼多 所以我比較贊成A組的補充 耶 真好 說得真好 張醫師真的是很有見解 這個我說真的 真的是 這個B組真的要加油 因為你們兩位啊 算是我們所有觀眾的明燈 喔 這樣子的狀態 一看就知道說你們很懂這些東西 沒有一個對的 沒有一個 但你有滅掉的時候啊 你講的話 現在我們這個 我們也是美魔女代表喔 對啊 好 我們先先劉醫師怎麼說 好不好 其實喔 B組啊 他確實他在豬皮雞爪裡面 很多人問說 是不是有膠原蛋白 那確實他是有膠原蛋白 那膠原蛋白 對我們的皮膚是保養是有幫助的 但是跟大家講一下 還沒講完 就是 還沒講完 但如果是膠原蛋白啊 其實你不一定要從這個 比如說像是動物性的 比如說像那個 白木耳啊 或者是黑木耳啊 或是秋葵啊 蒟蒻裡面都有 而且呢其實你吃這個 所謂的豬腳或者是這種 其實它要搭配其他的食物 因為膠原蛋白單一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在體內吸收的 所以必須搭配一些蔬菜水果的部分 對 必須要補充啦 為什麼我會這樣吃 因為其實我們那些蔬果都補充很多 因為包哥有一個友愛基金會 我們常常都會上山呢 就是山上小朋友 他們種的蔬果 我們都會去認養 都會認養 對 所以其實蔬果我們本身就很多 我們才沒想到那個 你們現在講出實話囉 兩個人狀態這麼好 用那豬腳來騙人 其實你就是吃很多大量的蔬菜 微如追逐又用了一個就是 非天然的 對不對 搞了這個 上面雖然雞肉大量的幾乎叫無糖 其實裡面都是代糖 是嗎 對 全部都是阿斯巴田類的東西 那麼阿斯巴田類的東西呢 不能夠在高溫下處理 所以現在一直都有強調規定 使用阿斯巴田 它的那個飲料不得超過50度攝氏 所以如果你們在發包丁 如果用熱水的話 就又更糟糕了 都一定是平溫 對我知道 但是就是說我借著電視機讓大家知道 因為有些人不清楚以為說 他可以用比較溫度高 所以 真的很痛苦的才投了 微如飲料我就說吧 好了目前是平手喔 險勝喔 炸成這樣 最後這一回合 就是決定誰要喝大蒜牛奶 太重要了 大蒜牛奶 可是喝的話一定也是延緩老化 不用擔心 好 再來 這樣做延緩身體老化 真的 太棒了 做喔 不是是喔 做喔 告訴你 這要問包公就對了 我來不及講話嗎 包公 我看就從這個A組的GINO先來好了 GINO 真的 言教不如聲教 做就對了 沒錯 對 示範給你們看 那哪一招要不要給他 現場示範嗎 我們隨時啊 哪一招 是不是人都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狀態對不對 所以血液就是這樣子流嗎 對 如果能讓他逆著流咧 我讓他逆著流一下 是不是 這個新陳代謝是會有幫助的 真的好充血 你的意思是你現在現場要 你要現場逆 怎麼逆 怎麼逆 那就是倒立啦 好不好 來 攝影機跟著我來 真的假的 很顯然 他剛剛衣服扎進去是沒有用的 我的腹肌被看到了 所以這樣多久時間 我覺得依每個人的狀態 時間幾次 我基本上我可以的話就是 兩次 睡前因為我睡前會做一次 然後去運動的健身房的時候也做一次 你做一次 那因為我比較常在做 所以我一次可以撐 就是兩三分鐘 好輕鬆喔 再來的B字是韋哥 請看美魔男平常怎麼做 等一下 我也好好奇喔 我跟你講 我要先跟潘老師他們講 潘老師我們今天題目是什麼 忘了嗎 我要看 每天習慣這樣做可以延緩 你看 是不是 他腦力已經退化了 已經退化了 你一直要出外面不要學 這個要怎麼 我站出來幹什麼 站出來就是 那你要表演什麼東西 第一是你的偏方 不是 我是腳虹 就是不由自主的 一 二 三 四 跑跑跑 向前跑 沒有前頭前前後打到 沒有前頭 跑跑跑向前跑 你不正的一節不見了 你去 我上升 哭哩哭哩 我的媽 我有風 不是風腿 謝謝哭哩 請問一下 好久沒看到 你這樣子 跑多久 他瘋得很久 他跑了二三天了 我跟你講你相信我 劉亞哥我會從頭唱到尾 哇 我的天啊 好 來 要跳嘛 來來 詹姆斯唱 不要 詹姆斯在做優質的機會 來啦 來啦 跑多久 其實每天差不多二三十分鐘 那是什麼時候跑 沒有啊 就起來的時候 我還沒進食之前 我就很簡單 其實我早上起來 一定會先喝一杯水 對 差不多五百CC 後來之後休息一下 那肚子不會水太多這樣 那我就很基本的這種 練跑步 不是剛剛這樣跑啦 沒有啦沒有啦 我剛剛這樣跑 跑二三十分鐘 就是有點讓自己 有事情要學一循循環這樣 三位專家 你覺得 我是劉哥有道理 還是今天有道理 請舉牌 我覺得我們會輸了 好開心 我剛剛也自己做得有點心虛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 對啊 我來這個節目我真的是 真的很開心 上次被蚊子欺負 哈哈哈哈 我覺得 早上起來 我們這樣就是 簡單的運動一下 舒緩一下筋骨 像我們做早操一樣 就簡單的 讓你這個關節先慢慢活絡一下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那對於我們的身體 只是不要一大早起來 就太過度激烈啦 像剛剛在這邊跑的那個就不行 沒有沒有 對不對 是 慢慢的舒緩的這樣跑 舒緩 好 剛剛從我們包哥裡面看得非常清楚啊 他有非常快樂的心情 你看他 他故意跑來問我 其實他是在搞笑 對不對 對齁 那麼他 他這個跳舞跳得這麼好 他的運動也很好 對 再加上呢 他又有這個叫做什麼 幸福基金會 對 又有吃了很多蔬菜水果 所以他等於是 心動吃都做到了 所以那是保證抗老化 而且是從內到外的抗老化 真的 你看 一般人想知道 妖怪不是一片造成的 沒錯 其實本來 先問一下這個階段的積分是多少 這個階段呢 A組呢是3分 B組呢是6分 所以我們A組 GINO跟維瑋 要回我們的蒜味鮮味奶 哇 先把我們的牛奶給倒下去 牛奶好啊 手蓋子好啊 那你生強品狀的 對 接著呢我們來 他們咖啡的小魚乾嘛 哇 也是GINO 還有小魚乾啊 鮮味鮮味的來源 鮮味 這也是高蓋啊 魚乾 GINO這好愛啊 你講清楚是鮮還是鮮味 鮮味 鮮 高蓋鮮味奶 也很鮮吧 對 最後來體會一下 幫你加點大蒜有沒有 哇 這個都是GINO 等一下你 你說一點 一點啊 我看他看到你太開心了 等一下真的是 對啊 剛剛你跳過來太開心了 好均勻喔 這樣就好啦 這個 喝下去別只有道理 會翻跟著我 告訴我 幾個鮮 多耳環 有沒有先喝過 怎麼可能啊 來試試看啊 哇 但是很營養 對啊 他們每位 看得我剛好想喝 你還用Shot杯裝 來來 喝喝看 真的有營養 欸 我跟你講 小魚乾好 好 好 因為你都喝小魚乾了 GINO酷 整杯乾杯好 可以喝的嗎 好臭喔 他整個魚的腥味在嘴巴裡面是可怕 好臭喔 然後又偏有一點辣辣的 怎麼敢喝完了你 你好勇敢喔 GINO你去哪裡啊 等等吳師傅 要教你做鮮嫩滑口的茄子鮮魚 跟我們的皮膚一樣 裡面的水分 我們要把它包住一樣 好像打了膠原蛋白一樣有沒有 好有彈性喔 好期待 真的好可口喔 沒有沒有 真的好好吃 好可愛喔 入口即化啊 漂亮 色香味俱全喔